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欢梦乱跳的就上来了 一斤21到22百 长度应该在13公分左右吧 南美白队家反季节上市 活蹦乱跳上餐桌 买的西服蒸的大馒头灌大灯笼 挪鼓异响 我心情特别好 这是什么字 卡通的头 对了 对了 太好了 又来一个了 太高兴了 开心 带他过去玩 传统活动多 欢乐闹元宵 元宵快乐 元宵快乐 怎么着 您想不认识 怎么着 就跟着说 说了一下 知道了 别老说土龙不土龙的 你没有驾照 让他开车呀 驾照被吊销 竟然还开车 这可不应该 当时我也就离开四五分钟 回来就看见车里的东西都租了 四个轮子每个都有大口中 又偷东西又扎车胎 窃贼是谁 嫌疑人根本就不是奔着盗窃来的 他另有目的 背后藏着怎样的纠葛 来看一详细内容 郝正啊 你看今天都正月十二了 对吧 眼瞅着元宵节就要到了 没错 咱们总说这过节要喜庆团圆 其实期盼的呀 就是那份仪式感 说到仪式感 在南方讲究吃汤圆 北方是摇元宵 那元宵节的仪式感就属于他们了 特别现在口味还特别丰富 像是花生芝麻的蓝莓巧克力的 甜甜糯糯 不能再说了 越说越馋了 明天赶紧去买点去 估计咱们市民朋友都有这样的打算 所以说这两天大家对于元宵汤圆的购买量 肯定会大幅激增 越到这个时候啊 口感好吃是一方面 这舌尖上的安全更重要 市场监管部门就正在开展食品安全专项行动 特别是针对现场制作及时售卖的元宵 做了重点检查 在河东区金唐路 这家糕点食品门店 主要售卖滚粘成型的元宵 按照市场监管部门的规定 凡现场制售食品的企业 必须在食品经营许可证上明确标注 工作人员也在店里进行了监督检查 工作人员在制作现场还重点检查了 是否具备必要的设施设备 原材料来源是否正规 是否在保质期内 咱这个原材料的包装是在哪呢 根据这个配料表呢 咱应该是没问题的 但是我们看一下了 咱这个储存的温度是否搭表 咱们这个储存条件 这个温度怎么保证 就是20度以下 现在是10摄氏度多一点 这个温度一定要特别的保障 因为一旦温度发生变化 对这个原料馅的品质 会产生很大的影响 知道了 在检查的过程中 市场监管工作人员特别强调了 现场制作原宵的卫生条件要求 咱炒作件的卫生和个人卫生 将工作帽 口罩 还要亲戚手 按照炒作推荐 食品 小售 小碗别 国体 我们这个小傻工作 每天就是检控都检查 一天三遍的小傻 我们每天筋 缝子 跟馅 盛产的这些动静 咱保证每天都能请日请日节 同时市场监管部门 还对超市及高点连锁店的 元宵和汤圆专柜进行了检查 重点检查其主体资质 锁证锁票是否齐全 专柜储存温度是否符合规范 他们需要在18步以下 对 没错 然后这块呢 你看顾客我们刚来了 顾客来 顾客喜欢了就没关 下一步呢 你们就要求你们那个员工 训练的时候提高点决定心 行吧 近二天以来我们对辖区内 二十家的涉及元宵销售的企业 进行了全覆盖的检查 个别商户涉及到违法违规的问题 现场进行了一个整改 接下来我们将持续开展 元宵市场的监督检查 让大家买到放心的元宵 本台报道 元宵节除了吃元宵 当然也少不了猜灯迷 没错 这可是元宵节的一项传统民宿活动 记得我小时候去看灯展的时候 吸引我的不只是花灯 还有贴在灯上面的灯迷 非常有意思 要这么说的话 我给你出个题目 你来猜猜看 没问题 放马过来 听好了 说银河渡口打一城市名 银河渡口 我知道古时候 金有渡口的意思 这银河落九天 不就是天空吗 是咱天金对吧 猜对了 咱们俩这算是抛砖引玉一下 因为今天上午 北城区图书馆就举办了 元宵节猜灯迷的活动 一起来看看大家的表现吧 我们先猜一猜 你看有没有想猜的 刚刚我想猜这个 那你评一下 两人一起玩滑板 打一字 这是什么字 卡层的城 对了对了 现场一共布置了800个灯迷 既有字迷成语 还有动物地名等 活动一开始 大家伙是赶紧 一事伸手 来 这个 这个是啄蜜鸟 我看看啊 你猜点哪个 这个 这是打一动物 猜是什么 啄蜜鸟 对了 是啄蜜鸟 我真操得 猜出正确的谜底 就可以把灯迷拿走了 看看大伙的手里就能猜到 这成绩还不错 你这猜了几个了 他小朋友拿了这么多了 全是他猜的 都是他猜的 这些这次活动 主要太好了 还下两个 好啊 这个 好的 猜中五个灯迷 就能兑换一张奖品券 活动结束之后 还能带上一份小礼品 猜对了十个 感觉挺好的 真正的在近距离 感受一下这个灯迷 咱们中国传统文化 祝大家都团团圆圆 严小姐给大伙一个祝福 希望大家都身体健康 和家婚乐万事如意吧 猜中节嘛 是咱们中国的 传统文化节日 一遇的团圆和美满 咱们这次活动呢 是咱们图书馆的 第十二届 那个猜中节猜灯迷活动 提升咱们 辖区内读者的 精神文化生活 在北辰区的 嘉荣礼街 果园新村街 集贤礼街 还设置了三个分会场 准备了一千条灯迷 现场还有两位 来自巴基斯坦的留学生 头一回猜灯迷 让他们感觉非常的新奇 除了猜灯迷 在北辰区 果园新村街道 朝阳礼社区 还组织居民 一起做灯笼 在感受浓浓的传统文化中 迎接美好生活 第一步啊 咱们需要把上边的 这些部分呢 给它抠掉 然后咱们按照这个实线 折叠一下 居民们听得认真 手上做的也是有模有样 不一会儿 一个个喜庆 又蕴含着传统文化的灯笼 就制作好了 特别高兴 越来越慢呢 又动脑又动手 大伙都坐一块开心快乐 大家在一起 特别高兴开心 有活动呢 我们还都特别愿意参加 兔年做个兔子的灯 那个兔年吉祥 希望通过这个传统节日呢 增加与居民之间的凝聚力 然后也让大伙一起感受一下 咱们传统节日这个氛围 祝大家 元宵节快乐 本台报道 你看看这元宵节的热闹劲 一下就出来了 对吧 没错 还真是 不光是坐在屋里 坐花灯 吃元宵 还不过瘾 总感觉还缺点什么 那当然了 这元宵节怎么能少得了 出门去看一场 秧歌花卉表演呢 这个必须得有 有什么好地儿推荐 有啊 西青区元宵花卉展演 跟你说 从今年开始 一直持续到正月十六 舞师舞术和妖鼓 高敲秧歌娃娃舞 二十多种民俗花卉 每天都不带虫样的 还有很多飞仪表演呢 真是太棒了 咱也跟着一起热闹热闹 这些空竹表演者 来自王稳庄镇小张庄村 眼看就是元宵节了 大伙特意排练新节目 在传统动作中 融入跳跃旋转等舞蹈动作 抖出精气神 盛世欢腾秧歌舞 锣鼓喧天 春一闹 除了传统花卉 现代舞蹈 也是轮番登台 红红火火的 对吧 大家一起 好好的庆元宵 从今天起 每天西青区都会推出一场 花卉采接活动 正月十三的传统央歌 敲锣打鼓 给您送祝福 正月十四 推出杂技 春剧变联等 社会表演 正月十五和十六 二十多种民俗花卉 将集中展演 年过的年味十足 买的西衣服 蒸的大馒头 挂的大灯 冷 觉得感觉 心情的特别的高兴 我故意想 我心情特别好 就是特别高兴 特别有那个年味 就想到天津来 感受一点年味 感受那个过年的氛围 感觉特别好 特别喜庆 特别有人情味 本台报道 继续往下看 失驾是指驾驶人 因酒驾 独驾 和交通肇事逃逸等案件 被公安机关依法 暂扣 吊销或者注销 机动车驾驶证 失驾后 继续驾驶机动车 是严重的交通违法行为 一经查处 将受到严厉处罚 可是总有司机 心存侥幸 开车上路 来看看下面这位 这小孩这闹呢 鬼奶呢 鬼奶呢 还要睡觉了 就不能冲冲一下 大鬼奶呢 这儿肉在哪了 没带吗 是没带吗 没带 吃话吃说 没带 是没带啊 以前喝酒被除发过吗 嗯 年轻被除发的 好多年了 是醉酒还是严牛 醉酒 醉酒 几年 几年不能 醉酒 几年 醉了 怎么着 跟你说 醉了 怎么着 现在没有价证啊 嗯 对吧 嗯 就跟这说吧 就必须得下来了 下来 下来 眼见躲不过去 司机的态度开始有了变化 下车跟民警说软话 希望能够通融一下 通融一下 不行 知道吧 别跟我说通融不通融的 你没有价 让我还开车呀 我不是今天着急吗 着急 开了多少天了 每天都开了 是吗 开了多少次了 这个时候 车上的孩子哭闹了起来 司机说孩子太小 不能长时间在车上 看到这种情况 民警决定调整执法方式 先把孩子送回去 你先把我家给我家 孩子送回去 几个月现在 一岁 一岁了 咱给孩子 给大姨 送回您住 然后您再跟我们回来 去到孩子大堆 司机表示 自己的驾照是2017年10月份被吊销 现在已经满五年了 前两天 他已经重新报考了驾校 您看看 他这也是了解相关的规定啊 怎么还会侥幸上路呢 这可真是不应该啊 民警提示 失价还违法上路 大多是司机心存侥幸 这背后啊 危害大 隐患多 影响道路交通安全 一直都是交管部门的治理重点 对于驾照员主要风险呢 还是属于这个人的这个 安全守法意识 首先呢 他已经是脱离了这个 法律的这个要求管理之外 属于种违法行为 再一个 如果出现了交通事故 保险公司不给予理睹 因为他驾驶员本身就没有驾驶资格 所以他逃逸的可能性 还是比较高的 本台报道 郝正你知道吗 在咱们天津 有70多家 越冬水产品养殖生产基地 是不是有这么多 哪怕到了冬天 也能保障有丰富的水产品上市 那真不错 那都有些什么呢 品种可太多了 那接下来呢 咱们一起到长卢汉谷盐厂 看一看 经过三个多月的精心养殖 今天冬季投茬 南美白对虾出棚了 个儿大 鲜活 来看看 我现在呢 是来到了滨海新区 长卢旱岩的海水虾养殖基地 那走进这个大棚呢 扑面而来的就是一股暖流 现在呢 棚内的温度呢 能够达到289度啊 湿度也是非常的高 我们可以看到 宽敞的大棚啊 是铺设着 五六百条的这种增氧管 再通过罗磁鼓风机呢 将这个氧气是源源不断的输入到坑塘当中 那么今天啊 头茬的南美白对虾啊 就要打捞上市了 出狭了啊 我们知道啊 传统的土堂养殖这个南美白对虾呢 每年呢 只能出一茬 那养殖的季节呢 是在六月到九月啊 那么温室的大棚养殖就不一样了 它呢 可以做到这个全年能出三到四茬的虾 主要就是反季节养殖 保持一定温度 就是在28度到29度 养殖虾能达到我们一个胜上的标准 您给我们牢上来看看吧 这荒梦乱跳的就上来了 这个头可真不小 它气势还挺大的 这个活力十足 这种虾的应该是 今年应该在一斤 21到22百 长度应该在13公分左右吧 我看这虾挺干净的 包括它的虾头 包括它的虾线都很干净 而且我猫着这个虾哈 这个虾皮儿特别的光滑 而且呢 这时间捏一捏啊 这个虾这个肉非常的紧致 整个养殖工程呢 全采用的就是春海水的养殖 通过正常的管理 就是每天就是换水 换水的要求条件就是等温等盐 每天呢是换20% 是换30%的水 然后充足点料 能够达到保证虾的能够健康生长 那据了解呢 这一个温棚三个坑池 每个坑池呢 都可以出虾是4000斤 那一个大棚呢 就能出12000斤 整个基地呢 预计这一茬的出虾量 能达到7万斤左右啊 预计在2月底之前 全部能够出棚上市 我们现在可以看到啊 这虾出棚以后呢 就会进入这样的一个环节 就是称重 称重以后呢 进入这个拖盘里面 就可以直接上这个打氧车了 上了打氧车的目的呢 主要是为了我们 保证我们的虾的这个鲜活啊 直接运往各大生鲜超市 水产品批发市场 走上我们的百姓餐桌 他们家的虾呀 又大又肥 我们每天都过来拉 在市场上啊 特别强手 特别好卖 咱们整体的养肖规模 今年预计可以达到70万斤 比去年呢 增加40%的产量 今后呢 这个养肖规模 还要继续扩大 要做到全年有现象供应 滨海新区的张女士啊 遇到了一件烦心事 她就停车去超市的工夫啊 车里的财务就被盗了 而且呢 这个贼啊 还把他的车子的轮胎也给扎了 你说气不气人 张女士赶紧报了警 可这贼啊 是来乌影去乌宗 半个人头发丝都没留下 警方正调查着呢 张女士发现 这贼好像就盯上他了 到底怎么回事呢 来看今天的拍案说法 当时我也就离开四十分钟 回来就看见车里的东西都堵了 轮胎还被人扎没车的 当时是几点 停车附近有人吗 当时是下午一点多 我叔叔回来晚了 还没吃饭 我就开车到海海陆斯敬 想着去超市买点县城的 因为海海陆斯敬去路不好停车 我就把车停在稍微远一点 我就去买东西 等我回来以后 我发现车座上放的衣服 维巾还有抽水的化妆品 都不见了 我一招车 你表盘就报警 说车胎气压不稳 我下车查看 四个轮子每个都有大口 明显是被人刮开的 这个贼啊 有点不走寻常路 不仅偷了东西 还给人家车胎顺手放了气 这到底是啥套路呀 现场调查的民警 也是直挠头 我通过现场观察 发现整辆车门锁和玻璃完好 并没有被撬过或破坏的痕迹 车门把手和玻璃上 也没有留下任何的指纹 等于说零线索 这就奇怪了 既没有撬锁 也没有砸玻璃 甚至连个嫌疑人的指纹都没有 可以说案发现场 那是干干净净的 等于说整部车 是在完好的状态下 车里的财物就这么不翼而飞了 怎么会有这么离奇的事呢 我们去查看了现场的监控视频 发现这段路由于修路原因 很多视频都没有开启 所以我们并没有直接的线索 我们当时还有一个怀疑 像这种车内财务凭空消失 而车又没有被动手脚的情况下 很大可能是车本身并没有锁好 路过的人看见车内财务后 拉开车门 但是对于这样的初步猜测 张女士却给出了不同的意见 我觉得不可能 我下车时候拿钥匙锁车门 还听见嘀嘀两声 说明车门已经锁好了 那你有没有再拉一下车门 那没有 我觉得车门上了锁了 就没有必要再拉了 根据我们以前破获的 盗窃路面汽车的案子 我们总结那些贼目标明确 只奔着车内财务下手 偷完东西赶紧换下一辆 所以我们猜测这个贼 不是普通偷汽车财务的贼 很可能跟张女士有点瓜葛 这个案件啊 愈发的迷雾重重 一周之后 正当案情毫无进展的时候 这报警电话又响了 喂 民警同志 我的车又被偷了 情形跟上次差不多 晚上九点 我把车停在路边 回去住的地方睡觉 昨天早上拿车时 发现车子出了问题了 民警同志 您看 我这次长记性了 第一时间保护现场 我先是在车外围观察一下 发现车桌上的包不见了 你看车它又被扎了 当时张女士并没有上车 而是在车外发现 又被偷之后 立马报警 我们到现场后 发现车门锁是完好的 玻璃也没有被破坏的情况 打开车门后 我们让张女士继续核对 到底赏了哪些东西 这次丢了一个包 里边倒是没什么值钱的东西 但是跟上次有点不同 我这超车台旁边 放了一张我的照片 不知道被随私的粉碎 照片 碎片 这些信息在民警的倒海中 逐渐的拼凑起来 让民警产生了更多的疑问 这名戒贼难道不是为了盗窃 这些照片的碎片 更加印证了我们之前的猜想 嫌疑人根本就不是奔着盗窃来的 它另有目的 民警仔细把两起案件的线索疏离了一遍 发现两起案件手法极其相似 应该是同一个人或是同一伙人所为 案件的最大特点是 所丢物品经济价值并不大 都是用过的女士衣物和化妆品 这普通盗贼只会盯着财物 不会干那些费力不赚钱的事 而这个贼呢 却扎坏了张女士的轮胎 再加上还有撕毁照片的行为 这都表明对方和当事人应该有某种联系 很少有贼为了没有价值的东西 去铤而走险 结合之前我们破获偷到路边汽车的案件 贼不走空 整个车厂或附近的车贼都会扫一遍 可是这个嫌疑人明显只针对张女士的车 我们怀疑这是一段 当他第二岁 太模糊的背影 看不太清楚 我们首先排查他工作中 是否有人蓄意报复 张女士是南海路一带收废品的 经过我们摸牌 负责这一带废品收购的有两家 一个就是张女士 另外一个是一对年近50的夫妻 从外貌特征 以及老夫妻平时的生活规律看 不像视频中鬼鬼祟祟的男子 所以基本排除了工作中 同行报复的可能性 如果不是同行的竞争排挤 那么又会是谁呢 民警就提醒张女士 最近有没有跟人发生口诀 或者是产生感情瓜葛 这个可真是一句话 点醒了梦中人哪 张女士一拍脑门 对呀 我怎么把她给忘了呀 那张女士嘴里说的这个 她又是谁呢 半年前有个人是纠缠过我 她姓李 是一家餐馆的员工 主要负责把垃圾对接 给我进行处理 一来二去我们就熟悉了 后来她追求过我 我没同意 张女士觉得感情这事吧 强求不来 我对你不来店 你也别死缠烂打 做朋友不好吗 可是这个李某 她却不这么想 她再一次找到张女士 放狠话 说你必须跟我搞对象 否则我这个餐馆的垃圾啊 就找别人收了 没你啥事了 我当时就很生气 搞对象不成就不成 还拿工作吓唬人 我就找到餐馆老板 把李某要求我的事 跟老板说了 老板挺仗义 立马就把李某开除了 后来我和李某 就再也没有联系 求爱不成 还因此丢了工作 这个李某是否能一别两宽 从此退出张女士的世界 还是说因爱生恨 视频当中那个模糊的身影 会不会就是李某呢 张女士也不知道 这个李某后来去了哪 民警决定主动出击 把事情弄清楚 咱们接着往下看 我们经过暗中摸牌 发现这个李某被辞退以后 半年中又换过两次工作 最近这个工作是新找的 也是在不远处的餐馆打工 他住在单位提供的职工宿舍里 为了不打草惊蛇 民警暗地里找来了 李某现在的新老板 让他安排李某出去采购 然后趁着李某不在餐馆的机会 民警对职工宿舍进行了摸牌 我们在李某住的地方 搜到了张女士丢失的女士用品 衣服和化妆品 证据确诈 我们对李某进行了抓捕 那个跟我们走一下吧 咱也合适一下情况 再狡猾的狐狸 也逃不出好猎手的追捕 最终李某只能是老实交代了 那么李某为什么要偷张女士的衣物 他又是怎么神不知鬼不觉的 偷走的衣物呢 经过审讯 李某的作案动机 与我们之前推断的一致 李某因爱不曾深恨 被辞退后 他一直跟踪张女士 伺机报复 因为他知道张女士有车 而且知道车牌号 所以他的报复方式就是扎车胎 可是他后来一想 光扎车胎 太容易被人联想成报复了 如果顺藤摸瓜揪起来 很快就能查到他 这个李某啊真是八百个新眼子 为了混淆使听 他特意偷走了张女士的一些衣物用品 让人误以为是普通盗窃 那么他是如何在不窍锁 不砸玻璃的基础上去偷东西的呢 李某常年跟废品回收工作有对接 他就寻摸了一个汽车干扰器 这种干扰器发出来的无限波 是会干扰汽车上锁的 他偷偷跟踪张女士 等张女士停好车后 下车准备锁车时 他同时按下干扰器 张女士表面只听见嘀嘀两声 其实车并没有锁上 趁张女士去办事的时候 李某就实施犯罪 这个李某啊还真是不简单 具有一定的反侦查能力 他怕被人发现 一来一回就特意躲着监控走 目前李某应故意损毁财物盗窃 被依法拘留 等待进一步处理 现在各大商场的人气持续攀升 在大家买买买 释放消费热情的同时 还要营造良好的消费环境 咱们开心购物也要放心购物 说的没错 商场是人员密集场所 这里的消防安全可是不容忽视 那最近有市民就反映说 北陈区的一家大型商业综合体 存在着消防安全隐患 商场消防控制室存在着一定的延患 人手不够 有的时候只有一个人或者无人 在的情况就是他无正上岗 这方面存在着很大的延患 陈越广场是北陈区的大型商业综合体 节假日客流量在两至三万人 消防控制室是整座商场消防设施的中枢大脑 按照相关规定 应该每班不少于两人值班 并且持正上岗 可是下午三点多 记者来到商场的消防控制室 发现里面只有一个人 消防控制室要求一直在两人吗 他处于巡视一下 四个小时一巡视 巡视一回多长时间呢 巡视一回咱们也得一个小时以上了 巡视的话这不就成一个人了吗 往后面后面也好几个人了 现在有人吗 现在后面在后面 他这不就不在消防控制了吗 我不是过去那个鞋个表什么的 就过去一下 根据天津市消防安全责任制规定 区应急管理部门 对本行政区域内的消防工作 实施监督管理 并由区人民政府消防救援机构负责实施 记者把情况反映给了 北辰区应急管理局 北辰区应急管理局 及区消防救援支队的工作人员 一起来到商场消防控制室 那那消防室也是说人之少 但是其中有时间 另一个人去巡场巡逻 后续会增加人少 保持消防水同时有两根之少 北辰区消防救援支队 对商场的喷林排烟等消防设施进行了检查 维保和电工共同 看一下现在风机能不能起 转化气会了 这个排烟风机用于紧急情况下 商场地下车库的排烟 一旦发生火灾 烟气无法排出 容易造成人员伤亡 北辰区消防救援支队 向商场消防设施 维保公司下达了行政处罚决定书 罚款6000元 一个月后记者再次来到商场 工作人员表示排烟风机已经修好了 并现场进行了操作 我给您测试一下 不过记者再次来到商场的消防控制室时 还是只见到一名值班人员 而且这里还存在着超时值班的问题 根据建筑消防设施的维护管理国家标准 消防控制室值班时间和人员 应符合以下要求 实行每日24小时值班制度 每班工作时间应不大于8小时 每班人员应不少于2人 记者又把情况反映给了北辰区应急管理局 转天工作人员对商场再次进行检查 这一次又查出了新问题 人员广场消控室一名职守人员未按规定持证上 双人职守双人证嘛 可能有一个是我们是天津市的一个证 现在可能要求是国家国考的一个证 这两位 这两位 对对对对对 其中这位他的这个证件是市人社局 对 对对这位同志是国家这个发的这个 就有证但是可能就是级别按照那个规范可能不太够 我们的照片 照片都是有带有国考证的这个知识人员 尽快吧 招六个人 据了解天津市人社局颁发的证书仅相当于培训结业证 根据2020年实施的消防设施操作员国家职业技能标准 想要从事消防控制室值班职守工作 必须通过全国同考取得国家人社部颁发的消防设施操作员资格证 消防部门依法下达责令限期改正通知书 责令该单位限期改正隐患问题及时消除安全隐患 下一步我们单位会充分发挥安委办统筹协调作用 协调相关各职责部门加大巡查力度 消除各类安全隐患 大型商业综合体是本市拉动消费的主力军 作为人员密集场所 商场的消防安全同样不容忽视 目前本市已经将2023年确定为天津消费年 在2023天津消费年活动方案中明确指出 强化安全底线 要统筹发展与安全 压紧压实各类主体责任 抓细抓实各项管理措施 营造安心放心舒心的活动环境 市消防救援总队也制定了方案 为天津消费年保驾护航 将持续加大限度检查和执法力度 以更加严格的标准 督促这些商场 落实消费安全主体责任 加强巡逻巡控 培训演练 给市民一个良好的消费安全环境 本台报道 天津市动物园与水上公园交界区域计划打造生态公共廊道 这样一来公园又多了一个出入口 市民就近入园锻炼就更方便了 水上公园现有八个出入口 但是在西南侧区域没有出入口 为了建设完善公园设施 方便群众推窗建律就近入园 动物园与水上公园西侧将建设生态公共廊道 在动物园西门处增设通往水上公园出入口 经过准备设计方案已经出炉 生态公共廊道主要集中在动物园区域内 总长度895米 利用现有的我们原来的一个门 开一个门 然后和我们原来一部分的环岸路 然后直通牛耳林穿过去以后 到达水上公园 就是整体这一片区域的 尽管它作为一个生态廊道 生态廊道建成后 将方便周边60多个小区的居民进入水上公园 在节假日 水上公园的日均客流量达到5万人次 有了生态廊道出入口 也能减轻水上公园东门附近交通负荷压力 方便的主要是水上西路这一部分居民入园 再一个就是远郊的 同时也多了一个新的选择 也临近于地铁和公交站 预计新的生态廊道承担20%的主要客流 设计方案出炉 部分绿植需要移栽 工作人员这几天也在忙着确定移栽方案 为接下来的施工做好准备 动物园始建于上世纪80年代 西路口成为几代人的记忆 这次生态公共廊道的建设 本着尊重历史的原则 原有西门口建筑将被保留下来 扎机检票的入口将来以后开动生态廊道以后 这块的入口变成了水上公园西侧的入口 然后我们动物园的入口要向南侧平移 平移10米左右 形成新的动物园的入口 值得注意的是 生态公共廊道建成之后 动物园现有的鸟语林区域将会发生新变化 不再是动物园参观区 鸟语林的区域有一些散洋的水禽 调整以后我们要把鸟语林的一些禽类 潜移到我们现在的水禽区域 现有的鸟语林的作业绿化景观提升 生态的廊道不仅仅是一条路 我们要把它修成一个路两侧 鲜花如荫 三月中旬应该就可以开始这个工程 到五一的时候建成开放 半台报道 春节期间我们报到了小站迎新民俗灯会 不少观众朋友对里面的打铁花表演印象颇深 火树银花的炫木场景 是来自河南省的刘晓松和他的团队呈现出来的 他们在农闲之余不仅将这项手艺传承了下来 还带着他走出家乡走向全国 我们一起来看看他们的故事 别误会这可不是什么施工现场 而是打铁花的表演舞台 虽然表演的时间在晚上六点 不过刘晓松和他的团队从中午就开始忙活了 为晚上的表演做着准备工作 雷洗烧铁水的炉子则是第一项工作 在我们河南开封就是为了庆祝丰收 希望来年有个好兆头 逢每年的正月十五都会进行一场铁花表演 做这个炉子呢 全部是用到我们本地的那种红土和黄土 它有那个耐烧性 就是在烧制的时候 我们炉内的温度它会产生到1600度 打铁花出源于工匠们的祭祀活动 是于北宋年间 在刘晓松的家乡河南开封孙庄村尤为盛行 村子里几乎家家户户都会打铁花 最初于打铁花结缘 是在刘晓松13岁过元宵节的时候 晚上看家里的长辈打铁花 铁水腾空的一瞬间 顺时化作漫天火星 四散开来 那种画面让年少的刘晓松痴迷其中 为了学习打铁花 刘晓松跟随村子里的长辈 潜心学习 由于大部分的技巧 都是一辈辈的口传新兽 所以并没有形成系统 为了拼凑出这项老手艺的全貌 刘晓松也是下了很多功夫 这个学着门手艺 这个文字新兽资料 史书上记载也很少 只是记载了起源 就是说我是先看到 后来自己研究的 然后又和其他团队交流 老辈的老人没有亲手教 都是口传 这就是一点一滴 收集的 它也是一种勇敢的游戏 你必须要有勇气 还有技术 因为它这种高温 你不小心见到身上 它都会出现了一种伤疤 烫伤 资料的搜集整理 只是刘晓松学艺期间的一部分阻力 经济方面也给了刘晓松不小的压力 当时打铁花形式比较小 所以说那时候困难 包括这些工具还有这些材料 自己练的时候也就是说家庭条件不好 经济比较困难 这些物料也比较贵 因为这个爱好 我们就克服一下自己的困难 因为这个传统技术 老一辈人发明出来也不容易 如果败在我们这帮年轻人的手里 感觉太可惜了 收益不高 成员无法坚持退出团队等阻力 都没有让刘晓松放弃 回想起第一次演出 刘晓松还是很感动 现场观众的积极反馈 也让刘晓松下定决心将这门传统手艺 推广到全国 而机遇也逐渐找了上来 原本只有三个人的团队经过不断发展 形成了一个百余人的表演团队 而渐渐积攒起的人气 也使得承接演出的方式多种多样 曾经难以养家糊口的老手艺 已经成了发家致富的绝技 下午四点半 准备好的炉子开始点火 年过五十的刘宝玉 是整个表演团队里 岁数最大的成员 从业二十余年 对于这项手艺 刘宝玉有着自己的看法 我们是组上传下来的 伤势不断的 一看这能不伤吗 这一牵住我的脖子里 昨天把我的衣服全部找完了 也有危险的时候 也一直感兴趣 那不能伤到十万 也不希望能够继续发阳光的 天色渐暗 气温也开始来到了零下 炉子里的火越烧越旺 观众在表演场地外 早已人头传动 静静地等着最后的表演 夜幕下 铁花似箭 一幅幅绚烂薄目的画面 展现在观众面前 美如金菊 牡丹盛开 一朵朵铁花 绽放在迎新村 千度的高温 与零下的空气 上演了一曲 冰与火之歌 照亮了小战的夜 特别的震撼 从来没有看过 现场这个效果非常好 带家人来一起感受特别好 我觉得特别好看 专门过来看打铁花的 把这个打铁花 能演变成节目 能够来到天津这里 我们都十分的高兴 天津的观众 特别热情 让我们感觉到很振奋 越热情 我们演员就越有劲 能把这个非裔文化 展现出来给大家 把老祖宗传下来的东西 能展示给更多人看到 这是我们的荣幸 我们大家十分的开心 本台报道 强行霸坐还嚣张 处罚没商量 皮衣派克福三百 羽绒服八十 天津百货大楼五楼 彻场清货通知 天津百货大楼整体改造 即将关闭 皮草 羽绒服 已见不留清货 雕皮大衣一千八 皮衣派克福三百 羽绒服八十 天津百货大楼五楼 欢迎回来 乘坐火车 如果赶上客流大 车次紧张 很可能只能买到 无座票 顾名思义 这无座票 它就是没有座位的 在特2514列车上 一位男子买了无座票 还非要坐在 别人的座位上 甭管怎么说 就是不起来 晚上十点左右 T2514列车 从广州开往天津 这时 从角落里 传来一阵吵闹声 引起了城景的注意 这些旅客票上面有座位号 这两个旅客刚上来 是这个座位 这座位上 接到客厂报 是十二车厢 有八座的 我就及时赶到 十二号车厢 一看呢 是一号座位 有一个旅客 在这座的 你哪个座的 我没有座位 没座位 你起来 他也有座位 人家一直下去了 你不快 你这下 下面的票 还卖的 知道吗 联系卖的票 跟你说明白了吗 您听听 这不是强词夺礼吗 民警反复的解释 可这名旅客 依然霸占着座位 不起来 哪个怎么样 我第一次警告你 知道吗 我现在是直爬 你这属于霸座 知道吗 我什么方法 第一次警告你 现在 请你把座上去 你这票没有座的 第二次警告你 第二次警告你了 我的第二次警告你了 懂不懂 起来以后 他又坐到 对挂那个 残座席上 谁这座 你哪儿呢 你有没有 这谁坐 起来起来 警告多次 改人家不停劝阻 他这个霸座 就给他带着残车 曾经为什么找你 我不知道 我跟你讲的道理 人家下了车 下围 买票 上了 还是人有座 这么跟你讲 很多东西我不懂 现在我告诉你了 你属于霸座 懂了吗 我他不懂 他说说各种理由 不配合我的工作 民警表示 罢座行为 已经违反了 治安管理处罚法 将面临罚款200元 还会被限制乘车 一听到这个 这名旅客总算消停了 在车上出来了 车没告诉你 车上没有处理权利 只能派所处理 列车到达衡阳站后 乘警将其移交 至衡阳站派出所 目前该人已被行政处罚 本台报道 正在教大家制作烧卖的 就是赵大肚子烧卖 制作记忆第五代传承人 赵国全 用走锤赶制烧卖皮 是制作烧卖最难的一步 需要将八张面皮 螺在一起 不断旋转压边 直到张张面皮 薄如蝉翼 才可以用来包相 赵国全从八九岁开始 学习制作烧卖 花了十四年的时间 才把自家烧卖的手艺 给学精 它的边薄 达到0.1毫米左右 大家兴致勃勃地参与制作 这也是赵国全第一次对外交受小朋友制作烧卖 赶皮力度要用好 用不好 底下赶不匀 力度太大了 还得赶破了 有肉 肉 可香 还有汁水 孩子能参与到这里面的每一个步骤 跟其他的朋友一起去分享这些东西 为了丰富青少年的假期生活 寒假期间 金南区图书馆组织了多场 非移体验活动 以及志愿者招募活动 为广大青少年提供社会实践平台 以及学习窗口 2月3号 金南区图书馆还将举办 喜庆迎元宵 翘首坐公灯 非移体验活动 让广大青少年了解元宵节习俗 鼓励孩子们从纸本上学习 走向这种生活实践的学习 让孩子们在这种互动参与式的体验中 感受传统文化的这个独特魅力 本台报道 今天是第27个世界湿地日 说到湿地 其实现在咱们身边建成了不少湿地公园 那里可以说是生态好 景色好 空气清晰 有花鸟 你这两句概括都挺不错的 而且再跟你说 今天又新添了一个 位于激州区的环秀湖国家湿地公园 今天正式落成 这也是咱们天津高标准建成的第二批国家级湿地公园 在这个733公顷的国家湿地公园里 有山河湖不同的景观 可以说是咱们天津地区当中 少见的河流库塘复合性湿地 在这里四季风景不同 各有特色 而且还藏着200多种的野生动物 鸟类在这不仅数量多 种类也非常的多 而且它们还有不少是穿越大洋 从其他国家飞来的 环秀湖国家湿地公园 还处于东亚至澳大利西亚候鸟迁徙路线上 是重要的候鸟迁徙途中停歇觅食场所 现在所在的位置呢 就是环秀湖国家湿地公园的一个科普宣教馆 然后在这里呢 我们可以了解湿地的一些概念 分类和功能 然后还有我们环秀湖湿地的一些本体的物种啊 然后动物啊 以及它们保护的一些成效 在这里我们也可以参加一些科普宣教的一些小课堂 可以来听一听 然后还有一些观鸟日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呢 公园里还设有保育区 也就是通过一定的隔离围栏呢 将动物植物的生长环境呢 进行全面的封闭 那这里呢 就不会受到人为的影响 那像是我们眼前所看到的这片区域呢 就是保育区 那未来呢 这里还会吸引更多的野生动物 来到这里休憩息息 随着这一湿地公园的落成 天津基本建成了以七里海 北大港 大黄铺 团伯湖四个湿地自然保护区为基础 以及武清永定河固道国家湿地公园 保底朝白河国家湿地公园 冀州州河国家湿地公园 冀州下营环秀湖国家湿地公园 为补充的湿地保护体系 法庭上这位情绪激动的是王大姐 王大姐家中兄妹五人 最小的是一个身体有疾病的弟弟 2019年弟弟去世 因为无儿无女 剩下的兄妹四人 就成了弟弟的遗产继承人 对于弟弟的遗产该如何分配 大家出现了意见不一致 大姐王一就认为主要是由自己照顾了王五 对于王五的财产大姐给掌管 所以王五的财产应当由他一个人继承 其他兄弟姐妹不服 所以就起诉到法院 对于弟弟王五的遗产 大家主要争论的焦点就是一套房产 以及村里面给的六万元的拆迁补偿款 在王五去世后 王一到村美会申请将王五名下的房屋 变更到自己名下 王一提到的协议指的是 2012年兄妹几人签订抚养王五的协议 里面约定由王一和王二照顾王五 同时王五名下的房屋和存款 由大姐王一和王二代理 王四对这个协议里面的内容 在开庭审理前后出现了不一致的说法 在这个审理过程中 王四就认为 这个房屋我就不继承了 但是这个存款和拆迁补偿款 要求继承 他对这个放弃 向法院明具表示了 法院记录再捐 而且王四在这个笔录上也进行了签字 但是在开庭审理中呢 这个王四呢又反悔 就认为这个王一呢 你太不像花了 我不放弃继承了 这个房子62.2平米重缓 都归 戴离是什么意思 戴离就是我们俩 我那时候当初说是两千万万 不复杨管嘛 不就照顾他嘛 因为流血管不管了 他都退出去了 死活不管了 流血管也没管 告诉我自个 流血管我问你 谁一说说 写的是一切没有流血管的事 是什么意思 是因为财产没有你的事 还是人说的 这一边是情细激动的大姐王一 一边是前后说法不一致的弟弟王四 那么这套房到底该怎么分配呢 由于王四在庭审前 对于放弃继承房屋的笔录已经签字 属于书面放弃继承 根据继承人和被继承人照顾程度 最终法院判决关于王五的房产 应由王一王二王三继承 王一王二各继承40% 王三继承20% 对于6万元土地补偿款 王一王二各继承2万元 王三王四各继承1万元 通过这个案件的审理也提醒大家 在放弃继承的时候一定要慎重 如果一旦放弃继承 没有充足理由的情况下 反悔法院一般情况下是不予认可的 本台报道 都说远亲不如近邻 这邻里关系要是处得好 那住在社区里也就特别的舒心 嗯 话说回来啊 社区啊就是一个大家庭 有居委会给大家伙服务 也有很多热心的居民站出来做志愿者 一块大把手 共建美好大家庭 那我再给您找一个 就是和咱们的那个朗诵风格 比较搭调的配方 对对对 曹洪文是北辰区 都市桃源社区居委会的工作人员 早晨一上班 就有居民顶门来找他 三月十五要演出嘛 我是来找配乐 有什么事都是找居委会 手机啊什么都不会用啊 都来找 哪个都可热情了 都是把他们当成自己的 像自己家里的亲人老人一样 感觉给他们解决完困难之后 他们能够特别开心 特别舒心 我们看着也心里也挺高兴的 小桃说过年期间 居委会天天都有人值班 微信手机都要保持畅通 假期过后全员上岗 这样保证居民每天都能找到他们 及时为大伙解决问题 都市桃源社区一共四千六百多位居民 老年人就一千三百多人 为了及时解决老年人的难题 社区制定了三必访工作法 老人生病的时候必防 老人生活有困难的时候必防 还有老人思想有顾虑的时候 我们必防 想尽一切办法吧 解决他们日常所需的各种问题 看我们这人新罗发现这种 哎呦 太了 这也不安全的 昨天晚上他那个骂味就歪了 哦 这也咱我们一新罗一看 哎呦 下来了 除了社区居委会工作人员 都市桃源社区里 还有五只志愿者队伍特别给力 这不一大早 志愿者在巡逻时 就发现了一处栏杆破损 赶紧联系居委会主任蒋树霞 我们这发现啊 在17号楼后面这个 柵栏啊 给掉下来了有一组 赶紧过来给维修一下 这个挺不安全的 不到五分钟 物业工作人员就来维修 看到护栏修好了 志愿者松了一口气 又开始巡逻别处 志愿者们说 他们这支队伍成立了15年 现在越来越多的居民加入进来 已经有一百多人了 只要有事 大家都往前冲 大家伙都是老住户 对社区情况知根知底 做起志愿服务也都熟门熟路 扯牌号哈 一锁这个扯 挪不开 看扯牌号 告诉你几号楼 几号楼几楼的 几楼的 找去吧 找去吧 叫不勒嘛 没感觉到勒 没感觉到勒 我回家都吃半晚餐 没为别人 都是为我们自己的邻居 和为我们自己 这让我们也自豪 崔大爷 不要这便吃 崔桂亭今年81了 过年期间 儿女们都在 一过完年 年轻人忙工作 白天只有崔大爷一个人 志愿者没事就来打一晃 帮崔大爷采买生活用品 连着陪他唠唠家常 这已经成了大伙的习惯 老问崔大爷有话事 都挺绑绑的 这像一架在这吧 这像亲人在这 只要是医生造火 我们就立马到尾 互相绑住 我们这些菜 心里头特别的痛快 我们都有违心 他要有骂困难的 我们及时给解决去 兄弟姐妹一样 本台报道 彻场轻货通知 天津百货大楼整体改造 即将关闭 皮草 羽绒服 一件不留轻货 貂皮大衣 一千八 皮一派克服 三百 羽绒服 八十 天津百货大楼 五楼 海德堡联合口腔 深耕种植芽领域 六十年德国医疗沉淀 百名中德专家团 五万例全口疑难种植 数十万缺失芽市民的 一致选择 咨询电话 022-5896-9999 欢迎回来 继续看新闻 昨天凌晨 一辆垃圾运输车的司机 在行驶途中 发现自己车后斗里直冒烟 司机担心自己处理不了 灵机一动 想了个好办法 咱们来看看 他是怎么做的 视频中可以看到 凌晨五点二十七分 一辆冒着烟的垃圾运输车 停在了西清区消防救援支队 中北镇消防救援站的门前 向门岛人员求助 说他的发机车后面冒烟着火了 站岛人员通过电台 通知通讯班 第一时间就拉向警报 一分多钟后 消防救援人员和两辆消防车 就冲向门口 对这辆车进行灭火 使用水枪 从他那个车斗的动气 往里面射水 大约四五分钟吧 明火就灭了 然后我们就灌了那种穿测水枪 就可以插到垃圾堆里边的穿测水枪 然后给他进行冷却 我们给他冷却了一段时间 确认不会再突然 然后他就有一个问题 好 观众朋友 今天都市报道六十分的内容就是这些 感谢您的收看 再见 再见